年底选战进入倒数阶段 蓝营最强母鸡侯友宜 日前是以影片方式 替花莲市长参选人魏佳燕加油 而魏佳燕则是感谢侯友宜市长 在市政防茫当中 抽空为他录制加油影片 魏佳燕也指出 侯友宜期盼他当选之后 未来新北市和花莲市 能多交流学习 促进两市共同进步发展 花莲市长候选人魏佳燕的 粉丝专页上公布一段惊喜影片 原来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亲自录制影片向花莲市民肯托 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魏佳燕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友宜要向各位推荐 花莲在地的优秀青年魏佳燕 还有向您加班的大哥哥的亲和 也有厚实的名利代表基础 用年轻人的创造力 冲劲来替花莲拼一个喝饮剂 花莲市长 我支持魏佳燕 南道丁喝喝啊 这代祭 魏佳燕感谢侯友宜大力相挺 他也指出侯友宜期盼 他当选之后可以加强两市的交流往来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这次受到新北市长侯友宜的推荐 那其实我们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在任内这四年后 还有他之前从副市长一直到他选 新北市长他做得非常的棒 那其实新北市民也很有感 以致他的民调一直高居不下 那这次也受到到新北市 那也谢谢侯市长的推荐 那侯市长也勉励我 希望家宜未来如果有机会 当花莲市长 希望越做越好 那如果有双边可以交流的话 那也希望他也邀请我 如果有机会可以到新北市去考察 然后学习好的东西 我们互相来交流 让我们的城市都可以更好 号称来营最强母鸡侯友宜 大力推荐魏佳燕 影片在网路上疯传 相信对魏佳燕的选情会带来加分 谢谢吕桂幻市报道